哈喽,大家好,我是耳术,一个没有感情的循环机器 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关键词质量得分如何提高 首先,我们要解决这个关键词质量得分的问题 一定要研究透这个质量得分由哪些元素组成 如果我们去谷官方去看它的文档的话 它主要是有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就是预期点击率 第二个就是广告相关性 第三个就是着陆业体验 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谷歌广告的后台 把这三个指标给它调出来 在谷歌广告后台的那个列里面 你可以重新去选择那些指标 然后再点击保存以后的话 你下次查看那些关键词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这三个指标了 如果有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话 就在视频给二叔留言 二叔在单独录一期视频给大家讲解 怎么去把这些指标给调出来 我们再回到主题 关键词质量得分怎么去提高 那我们就有三个方向了 第一个就是提高我们这个广告的点击率 第二个的话就是提高广告的相关性 第三个的话就是提高我们的着陆业体验 那么第一个问题 怎样去提高我们的预期点击率呢 那肯定就是我们的广告文案的问题了 广告文案如果是写的不太好 肯定预期点击率就会比较低 同时广告相关性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我们的关键词和我们写的广告文案 它的匹配度不是太好 它也会出现预期点击率和广告相关性 它那个指标就比较低 还有就是第三个的话着陆业体验 着陆业体验的话就是我们的广告给我们带来的用户 然后用户在我们的着陆业也好 还是网站也好 它的体验不是很好 然后一来到我们的网站马上就跑了 或者是说来到我们的网站 什么都没做就跑了 这些我们就会认为我们的着陆业体验比较低 但是细心的小伙伴就可以发现 其实这三个指标它是相互关联 而不是独立的 首先我们从关键词开始出发 关键词和我们的广告文案要一一匹配 这样的话广告的相关性就会比较高 然后第二个就是关键词广告文案着陆业 这三个板块它必须得匹配 而且要紧密联合在一起 就相当于是 相当于我们在街上发传单 那我们在大街上招览客户 我们就说去体验什么SPA或者是足疗 然后路人就感兴趣了 然后就接过我们的传单 看到我们的传单写的是其他内容 比如说我们口号喊的是 按摩足疗 而且是正规的那种 但是传单写的是早餐 那肯定就不行了 那就广告相关性就不对 那我们把广告的相关性解决了 解决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路人引到我们的店里去 然后我们店里面的装修 或者是其他东西搞得一塌糊涂的 那这样的话 用户的这个路人的这个体验感 它就会很差 可能就掉头就走了 再让它原理就是这个原理 所以的话 我们这个资料得分比较低的情况下 我们要分析到底是哪部分出现的问题 虽然说它是一个中和的 但是可能是有一方面 会是比较突出的 就比如说我们的 我们的关键词是选的是water bottle 那肯定像我们是 我们是水杯嘛 是吧 但你的广告写的四色而非的 你就只写了bottle 这个bottle的话 它的应用领域就比较广泛了 那你可能是装其他东西的bottle 这个时候 别人看了你的广告可能点击的欲望力不强烈 就说明你这个广告不够specific 就不够具体化 不够具体化的话 那预期点击率也比较低 广告相关性也比较低 最后的话 它本来是想买一个装沙子的bottle 但是你卖的时候装水的bottle 那卖沙子 想买装沙子bottle的人 当你卖水杯的bottle 这个网站上去 它肯定是手里的体验就非常低了 所以的话 我们就抓住这三个基本点 去仔细地分析自己是哪里的问题 那我们就会找到一个 真正去优化质量得分的方向 如果是有小伙伴想通过这三个元素 三个板块 那还是不知道怎么去优化自己的质量得分 可以私信二叔 二叔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广告账号 好吧 那我们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你既然看了这么久了的话 那就帮二叔一个小时忙 长大点赞加关注 然后再一定三连吧 那我们下个视频的话 会给大家聊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这个质量得分 真的有必要去提高吗 好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